近期传的圣骁城上的荣佛周选消息 今天终于得到证实 那在刚刚下午的五点钟 荣佛周务大臣哈斯尼到新山五级士林完工 寻求陛下预准解散周议会 而荣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呢 在下午五点十五分左右呢 也在官方面子书贴文指出 已经正式签署文件 预准解散周议会举行周选举了 那为什么要急着在这个时候举行周选举呢 荣佛大臣哈斯尼在记者会上就解释 那是为了要组织一个稳定的州政府 以便让州内的计划呢可以顺利实施 在荣佛的56个议席当中呢 执政的国门跟国阵拥有28席 西蒙则拥有27席 换句话说 现在执政党只是以一席的简单多数执政 哈斯尼就认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荣佛州政府经常会被反对党牵着鼻子走 因此希望解散议会进行周选之后 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议席 组成一个更稳健的州政府 那不管怎么样 随着荣佛正式解散周议会 这也意味着 继沙巴马六甲和沙拉越之后 我国即将迎来509之后的第四场周选 荣佛大臣哈斯尼宣布州议会解散后 可顺利 哈斯尼也强调他们绝对不是贸贸然 就解散周议会的 他们只等到水灾问题结束 疫情受到控制 加上经济已经开始复苏的前提下 才决定解散周议会重新选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